历史上最早的照片门事件主角赵氏兄弟,还差点被慈禧看到,赵尔峰,关于照片有很多奇特的事情,第一次的门事件,其实是从清朝开始的,而且照相这个玩意儿,也是从清朝传进中国开始各种的发展创造,变成我们现在用的这样方便快捷。 但是在那个时代玩这个的人,真的是非富即贵,只有有钱人才玩得起的新鲜玩意儿,而对于近代史的照片事件,我们就要讲一下赵尔峰,赵尔峰两兄弟的世纪当时的清王朝。 虽然玩照相的非富即贵,但是后期拍照片,的就是兜里,有个集两银子,就可以拍一张照片,就这样那些爱好吃喝玩乐的达官显贵,都开始穿上各样的衣服,做各样动作表情开始互相拍照,互相逗趣取乐。 而北京有家照相馆,里面有一个杨老板杨老板,更是对于各种顾客各种各其他要求都满足,而且还准备好各种的稀奇古怪的衣服供给顾客,来拍照。 就在京城另一边有一个青楼,里面有不少的爱玩闹的女人赵尔峰,赵尔峰兄弟没事,就爱去玩这天正,玩得兴起。 这时几个青楼女子突然想拍照,于是就提议说,干脆把杨老板叫到这来,我们几个拍几张好玩的照片,供大家,笑一笑,乐一乐兄弟,一听拍腿大叫好。 杨老板一接到生意丝毫不敢怠慢,马上就收拾东西等杨老板,到了杨老板说,今天刚好到了一,披新衣服大家来点新颖的玩法。 于是各位换上各种法袍加沙拍了两张传笑一番。 谁也没在意之后的赵尔峰、赵尔峰,两个人在官图上,可谓是青云直上试图坦荡。 两个人都忘记了照片的事情,就在某一天,有一位老官,拦住了兄弟俩说,自己手里有找照片,让两人看看好玩不好玩。 两人一拿过照片立马傻了,正是那张穿加沙的照片这个照片,要是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后果可不小。 于是两人立马问老官,一千两,重金买这张照片。 这个老官狡猾的一笑说,这个照片本来是尽献给慈禧太后的,但是两位要买就拿点诚意出来低于一万不卖。 兄弟俩没有办法只能一人五千买了这个照片就这样两人对于照相开始极力的排斥。 有一次有个照相师来给他的家里拍照两人,二话不说就叫嘉丁,一顿胖走。 所以后来二人留下的照片也是少之又少。 所以说,这个照片就是灭耶稣,这边都已经被开岁了这个照片的照片不仅是一样的素兴的棒方式。 这个照片就是为了完全开心,有一位名称费太后的牧场 因为你才会有那么大的照片, 他们就要拍照的压 start date。 好,我再赔了一位照片是有那些照片的照片。 你还以后给我们看一下照片的照片有点��,